欢迎收看Peple Webcast Peple平台为了让资深公民记者 有更扎实的影像拍摄技巧 每年都会举办两天一夜的影音工作坊 今年邀请到的师资阵容有 李慧仁、陈明辉、陈坤龙和徐玉腾老师 他们都是在公民新闻和公共议题处理上 非常有经验的导演和老师 我们快来看看学员们在他们身上挖到什么宝藏呢 Peple公民新闻平台每年会举办两天一夜的影音工作坊 邀请报导表现出色 具有潜力的公民记者参加进修 因为课程扎实 许多中南部的公民记者特地拖着行李北上参加 今年年纪最小的还只是位国中学生 希望可以在以后如果要做影片的话 我可以更知道我要抓的重点是什么 或者是我以后在访问的时候 我可以做什么更多的改进 学员分为四组有各组老师亲自指导拍剪技巧 四位讲师都在公共议题 有许多制作经验传承给公民记者 知名纪录片导演李慧仁 虽然已卸下记者身份 仍然每年来为大家授课 因为公共电视的公民平台大概是全台湾最完整的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平台 那每一年我都看到很多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公民记者 其实透过他们视角 他们怎么样建构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他们看到的社会 其实我自己来 常常有看到不一样的观点 我觉得那是最开心的 所以每一年来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互相学习 我在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 应该是说让他们怎么样去 比如说怎么找题目 怎么去看到一些现象 就是在现场看到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他去多观察一点 然后看能不能从里面再去寻找到一些是可以报道的点 下午大家走出教室 分别在圆山 北投 岐里岸 淡水 实际拍摄采访 由许玉腾老师带领的小组来到北投 填掉在地的温泉议题 巧遇温泉观光盛会 老师马上知道如何在人潮中取景 三步转路转前面人档我们闪 我们从侧边旁边去都一样可以 只要记着景致构图的角度 你从侧边拍旁边拍 一样都可以拍出不错的画面 我最担心的是现场环境音 很吵的部分 那如果我要访问观众的话 那如果我要请他们离席 可能又有一点不礼貌或者是不方便 所以老师说 那我等等呢 就是可能可以在表演中间 中场的时候呢 就随机问一下 除了北投温泉 远山花博也热闹滚滚 岐里岸则有岐里岸石保存的故事 淡水更有许多生态议题 经过一晚的沉淀和第二天剪接 有许多公民记者在老师提醒下 发现自己的盲点 以前我们都是自以为 在这种一镜到底 或者是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不要去剪接 不要去录口白 甚至不要去下字幕是好的 但是老师给我们另外一个概念 是为了要让读的人 看新闻的人更清楚 明白你要讲的 声音什么时候要出来 文字什么时候要配合 两者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这个观念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那就改变了我过去的一些漏息 看到各位这是焦头烂的的时候 我也不想为什么 怎么会有人愿意参加这么自虐的活动 但很妙的是每年都有好多人愿意参加这样自虐的活动 成果发表 可见公民记者们选材丰富又多元 在自由的环境 高压的时间内 专业老师的指导之下 精实的两天一夜 让大家又再度晋级了 在这两天一夜的深度课程里 讲师们可以说是手把手的指导制作技巧 公民记者们也有了长时间交流经验的机会 期待大家一起努力 持续产出高质感的公民新闻 PIPA Webcast 我们下次见